当你确定离开我 我什么都没说 这是注定的 再见难逃的 一场别过 蜡烛渐渐熄灭了 窗外夜色变成梦 孤独在此刻 停止了诉说 难过是我 你像一阵风吹过 我像一片云散落 其实我们之间 爱的没有错 你像一阵风吹过 我像一片云散落 或许命中注定 你不属于我 出场本事了什么 这也是董事长的指令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快去找书 快 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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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拨招的用户已关机 喂 小韩 你说什么 放开 不是我干的 我知道 你知道 那你抓我来干吗 一个不知努力的人 我就不知道 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看看你设计的方案 简直就是侮辱了你的性 是 我是什么都不会 那你让我进公司干吗 你的智商是一百五十啊 从小看什么东西 都是过目不忘 而且 也没花多少力气 就考进了斯坦福 你不会 对 你小子 从小就一直跟我对着干 我养你这么大 到底有什么用 从小 从小 我小时候是这样的吗 我妈在的时候我是这样的吗 你小时候给过我一句鼓励的话吗 你记得吗 我妈死的时候 你都不许让我哭 我都不知道 像你这样的父亲 我努力有什么用 你 人哪 我会查出来的 但不是为了你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很危险的 是男老师要紧吗 没事不用担心 下来吧 您不能进去 会被传染的 什么 水痘的成人发病症状 比儿童严重许多 重症水痘甚至有生命危险 你以前有没有出过 或者接种过疫苗 不记得了 那就不能进去 让开 让开 你不能进去 你不能进去 我 什么都没说 这是注定的 在街难逃的 一场 别过 那铸巾牵了 你说什么 我说以后 我保护你 对不起 是的 对不起 其实我们之间爱的没有错 你像一阵风吹过 我像一片云散落 或许命中注定你不属于我 你给我用最快的速度 从云屋到最好的要过来 我说最快 这样操会不会操破啊 不会 方老师 你看楠楠生病的这两天 谢谢你啊 你在这儿守了两天一宿 方总 你跟楠楠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跟我说 你现在是问这些事的时候吗 人方老师特意从深圳给楠楠调来了药 这人 你可谢谢都不说呀 上来就责问人家 好 谢了啊 他就这样 你别介意啊 方老师 对了 医生说 咱们楠楠马上就能醒过来了 要不然 你到里边带着去 我觉得这楠楠一醒过来 最想见到的你可能 就是你 是吧 对对对 不了 我猜他现在 最不想见的人 才是我吧 我先吓死了 就在车里睡觉了 什么意思啊 是吧 我还是那个话 他俩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们得搞清楚 是吧 我们不能让我们闺女 你知亏你 明天中午十二点 帮我约一下 LH的张总 顺便跟每个研发部的同事 同时发一条短信 秦总 张总来了 张总 您这边请 张总 你好 秦总总 帅啊 来 走走走 好 走点青春的小茶 好 不好了 张总来了 谁 LH的张总 刚看到进秦总办公室了 他会不会把我们卖了呀 怎么办啊 陈总 别着急 他不会的 除非他想吃头饭 今天邀你来呢 是让您顶对一下 我们精力的一个新技术 您是手机弹吗 嗯 有 对 你用的是精力吧 对 是精力 那没毛病 你看着啊 好 见证奇迹的日刻 好 连绝怎么样 张总 你看呀 我们的3D拍照 还是很清晰的吧 嗯 怎么样 不错 不错啊 嗯 这个技术我们就是 公司研究了好久 嗯 喂 李总 什么 我爸爸见我 哦好嘞好嘞好嘞 哎 好 哎呀 张总 嗯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老头临时找我有点事 嗯 本来呢今天我想的是 看完了我们的技术 想要您一起吃个饭 这样 你看这样行不行 明天或后天 我让助理联系您 一起吃个饭 明天啊 啊 那就后天 行 可以 好 行 那就今天 谢谢张总吧 那好吧 好 那下次见吧 好嘞 帅啊 好 不送啊 进来 好 秦总 那鬼真的会来吗 IP完美复刻 张总今天空降公司 他们一定慌 所以 大暴雨不来 小暴雨会来 怎么办陈总 不收到短信了 我也说懂了 那要不一会儿我一个人去吧 千万别拒 哦 小暴雨来了啊 小刘 秦总来请你喝杯茶 好 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吃鲍鱼吗 像秦总这么高贵的人 不吃鲍鱼吃什么呀 你知道吗 一颗鲍鱼的辅着力啊 那是相当强的 一颗长达十五厘米的鲍鱼 它的吸着力 就有两百公斤 所以它任凭风吹海浪的肆虐 是绝对弄不开它的 要活着鲍鱼啊 要趁其不备 以迅雷不济掩耳之时 一把敲开它 即使打碎鲍鱼的壳 这鲍鱼啊 还是会粘在上面的 你要不要试一下 味道很好的 这鲍鱼啊 这鲍鱼啊 像见到鬼一样 这是医院 有什么事出的出 我知道是医院 听说我们的灰姑娘生病了 我来看看她不行吗 是 我要送给她一份大礼 别那么紧张 别装了 快看看这是什么 这是我代表我们家方佐送给你的大礼 对你的感谢 还真有钱啊 这就送我房子了 你别听她瞎说 出去 怎么了 这不就是你爸妈留给你的房子吗 既然她是当年救你的那个女孩 这个房子不就是拿来感谢她的吗 你闭嘴 怎么了 我告诉你啊 我们家方佐就是善良 她当时老早就跟我说过了 如果她找到当年救她那个女孩 她愿意为她方 金书莹 她在说什么 我知道我会出去的 我告诉你 这不是爱 是失神 懂吗 别傻了啊 别傻了啊 宝贝 我回外面打你 她说的是真的吗 你就是我当年救的那个男孩 你来找我 你来找我 来我们学校支教 然后让我做你的女朋友 这都是你在报恩 你听我解释 好 好 好 我听你解释 从哪儿开始说 从你在海边说谢谢我开始 我报恩是真的 我爱你是真的 好 你们有钱人可真会玩啊 连报恩 都搞得这么大 你知道在我心里这叫什么吗 叫骗子 你 你看着我的眼睛 告诉我 你不再相信我了吗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我曾经那么相信你 真正 我这次不会再离开你了 你放手 你放手 放手 你放开 你放开她 放开她 是哪儿 我不想给你动手 我不想给你动手 我想给你动手 去找书 小哥 小哥 你小子 从小就一直跟我对着干 我养你这么大 到底有什么用 我都不知道 像你这样的父亲 我努力有什么用 让开你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我曾经那么相信 顺便跟每个研发部的同事 同时发一条短信 大暴雨不来 小暴雨会来 爸 如果你在上海十年 我们两家恩断义绝 妈妈 没事 你不用害怕 妈妈 有吃的吗 我饿了 我今天会选择离开你 你绝不是因为你生不出孩子 否则我不会陪你十年 好好保重你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就在这儿 相遇 相知 没事的 再见了 大叔 没有人都没信我方子 除了实难 你们准备躲到什么时候 如果可以的话 就躲你一辈子 我忘记把书子放大了 我一会儿给你找 没事的 可以 难道你真的不想知道 放弄醉心的消息 你不想知道 没兴趣 你去了深圳 一定要听妈妈的话 听到了吗 这是我的地址 你可以给我写信 终于把你融化了 小鬼头 今天 我要隆重地宣布一件事情 你不要跟我求婚吧 没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